大理区景庄街附近的一条灌溉沟渠 因为酒味清淤 因此水沟中长满杂草还有树木 甚至还有树木几乎快跟人一样高 阻碍了水流 加上这一带有不少小型工厂还有住家 担心大水一来 沟渠不同可能会酿成灾祸 因此地方明代要求市府水利局 应该尽速清除沟中的杂木以利排水 地方明代及附近居民仔细查看灌溉沟渠的现况 这条位在大理景庄街的灌溉沟渠 是当地重要排水系统之一 不过因为酒味清淤 现在沟渠中长满了杂草及树木 茂盛的情况几乎掩盖了整条水沟 让人相当担心 年有了 这之前有来砍一遍 咖啡有来砍一遍 现在摆一遍 想要这样来 这次加在没有堵水来 没有这些都砍掉它了 那这侯给的水沟有什么样的 对 这条的水沟也很大 蜂来蜂水都在里面 这条在销 居民表示 这灌溉沟渠中杂草跟树木 有的几乎快耕人一样高 由于这一代有不少小型工厂及住家 担心在大水来时 沟渠不通会酿灾 明淡要求市府水利局要尽快派人清淤 这就是我们 草莓 草莓 台风楼衣塞 所有水都流入很平坏 这一样 十草莓那么多 有可能 万一大后 做成水灾 水烦 要什么水利局 趕快来处理 针对地方需求 市府水利局表示 最近就会派人来清理 让沟渠恢复干净面貌 在大雨来临时才能够发挥作用 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接下来出风台中采访报道 再25 gray